接下来要看到这个疫情再次的烧起来了 我们现在提醒大家 外出的话 现在因为在 本来可能会松绑的口罩令还是持续 所以出门记得口罩还是戴好戴满 我们现在看到基隆警察大情聚 现在基隆情聚又增加了两名的园警 再增加两例 分别是某分局的分局长跟科长 你可以看到40多岁的分局长 在3月24号参会 他的CT值只有13 那么另外还有裁剪英转阳 这是一位科长 包含了八位的刑警干部 两位的刑警人员 总计已经是有在这边 12例四个分局都沦陷吗 现在是不是也可能会烧到了 北市的警察局 包含了刑事局的大队长 跟确诊的这位分局长 有共参了一个小时 那么现在PCR是阴性在隔离当中 那整个基隆的群聚 现在累计41个人 专家更担心恐怕烧进了四个 在这个已经传播了 四圈了 还有其他的小吃定谣框链 那包含了你可以看到 全面的停课 二姓中学再增加了六例 总共九例 现在分属三个班级 还有海洋大学 这老师来到了银河小吃 同时女学生染疫 还有她妻子在台北任教 所以现在哪几个地方很危险 包含了有厕所 有球场 有社团 有餐厅 好 现在在银河小吃店的业者 也公布了画面 那么就说最近被标签化大声喊冤 说远景带着两位女客人 根本不是自家的员工 而且在店里头很单纯 没有陪侍的事件 那么整体事件越演越烈 还有现在陈时中呢 也被搭来质疑说 在这个市长的部分 林永昌这区隔三天改十天 政策哀轰 但是陈时中说 这是按照科学做事 没有因人设施 警局内大小徒 不放过任何角落 基隆警察群聚在阔 疑似是某位分局长 也中招打过三剂疫苗 24日有出席警局参序 而18日出现了 喉咙痒发烧症状 裁检确诊CT值13 病毒量高 接着又传出某科长也染疫 都尚未列案后 导致警察确诊累计12例 基隆群聚延伸到41人 监视器画面拍下一开始 染疫的两员警 带着两名女子走近迎喝小吃 因为确诊事件延消 业者含冤被提标签 放出影片表示 两员警是自带女客人 跟他们员工没关系 我们没有任何陪侍小姐 那现场的员工 也都是上了年纪的 一些单亲家庭的妈妈 就是纯粹就是送酒 还不曾坐下来 在那边服务 这起基隆小吃店 衍生群聚精 定续出炉事BA.2.3 研判和越南诸教为相近 以时沈正南更表示 目前已经传到了第四圈 要多加矿列 另外疫情营销海洋大学 是升约9000多名 28日已经筛检了2664人 还需等待结果 根据掌握 刑事局第一大队某队长 也曾参与24日的餐序 甚至和确诊者同桌 目前PCR阴性 但就怕疫情从基隆蔓延到台北中央 恐怕需在匡列更快更广 这是朱丁龙 周天杰 杨宗燕 基隆报道 好 看到基隆小吃店的群聚 现在扩大 累计已经有40感染疫 那么业者出面大声喊员 说没有陪室了 也不是感染源头 那么怀疑的是 感染人是谁呢 是远景带来的女客人 还拿出了监视器画面来佐证 不过现在也烧出了案外案 我们来看到案22731 她是在3月18号出现症状 她是最早发病的 同时在案22690 同桌有人在银河小吃店有足迹 所以再传染给员工吗 现在烧出了什么样的案情 这个刑警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案22595 这是侦查队长女友人 那么在第一分局的 汪姓侦查小队长 她是案22596 以及第二分局的 林姓侦查队长案22638 接着在这边还有包含了 侦查小队长 第三分局 第四分局 刑警大队的警官 以及员警等等 再还有会计 分局长科长 那么现在为什么 所谓的案外案是什么呢 就传出是这个刑警 翘班喝酒 甚至带着小姐去小吃店 所以也让整个燃烟的事件扩大 而且案件也铺了光 基隆小吃店群聚收个没完 感染源头究竟在谁身上 银河小吃店老板娘自己都染疫 业者驳斥自己美女陪逝 不是感染源头 更怀疑感染源恐怕来自 远景带来的女客人 那两女也不是我们的员工 真的不是什么阿宫店 刘专家指出感染源恐怕 另有其人案22731 最早发病传给同住友人 由于他有银河小吃店足迹 又传给小吃店员工 来消费的警察及其他顾客 一层一层向外扩散 整起群聚也烧出案外案 最一开始确诊的侦查小队长 被抓包撬半汗染疫的女性友人 到小吃店喝酒欢唱 监视画面全都曝光 酿成基隆四个警分局沦陷 包括侦查小队长 刑警大队警官 局本部的内勤会计 现在连分局长和一名科长 都相继染疫 目前警局已有12人确诊 整起小吃店群聚 多达40人染疫 在勤务时间是严格禁止喝酒 这些都是违反警察举例 就有相关规定该层属 远景翘班喝酒就够夸张了 专家提醒 如果远景带去小吃店的小姐 也是从事特种行业 后果恐怕更严重 讽刺的是当老百姓 没疫苗可打 第一线远景先打好达满 如今这回远景爆出群聚 竟然不是因为职情而染疫 既然有陈琳佩琪 SNG小组新北采访报道 好了 关心的是疫情 在基隆超强的传播力BA2.3 病毒株已经要传入 台北市校园了吗 我们先来看到 在海洋大学一名教师 因为她曾经来到 基隆银河小吃店确诊 那么她的妻子在台北市 松山的国中教课 你看到这位是海洋大学老师 她是R23022 她的妻子在台北市 某国中老师 现在筛检是阴性 但是教育局是不敢松懈 紧急通知的学校 在今天早上9点 针对了师生 还有班级 总共150名学生 88名师生 来进行一个预防性的裁减 同时改线上课程教课 学校也取消第8节的课后辅导 筛检巴士停在校门口 因为经传有学校老师 同住家人确诊 28号公布的案23022 海洋大学老师 她的妻子也在北市某国中任教 目前匡列筛检阴性 不过家长还是难掩忧心 这个会比较担心 那他们可能就是 有几天是要线上教学吧 酒精啊 然后 就是尽量亲洗手这样子 那讲话还是保持距离 然后戴口罩 神怕疫情收进校园教育局安排 备识松山区某国中 早上9点预防性筛检 这名老师授课的5个班级 学生152人 老师88人 目前先改为线上教学 取消89年级第8节课后辅导 我们昨天下午的时候收到通知 所以我们在晚上的时候 就赶紧通知 导师还有家长和学生 5个班级昨天我们已经清销了 然后今天还会再度的 全校性的清销 虽然目前筛检结果尚未出炉 不过校方用最快的速度 全力围堵 防止疫情在校园扩散 记者余盛行 陈嘉伦台北采访不到 包含我们可以看到 在基隆这边的远景大群聚 现在让大家担心 那么基隆市长刘友昌 因为没有戴口罩 跟确诊的侦察队长来合照 所以被遭到匡列隔离 还自行宣布隔离三天 但之后被大家来骂翻了 改回十天 而陈时中部长帮腔说 是没有因人设事 他说这一切都是比较科学 但是被一世来怒呛 说全国接触确诊者标准都一样 就是十天 那么大官跟百姓 不同标准还要硬拗 大家也认为 他是不是硬拗 是不是少特权 是的话 聊天室帮我加一 基隆市长林又昌 因为没戴口罩 接触确诊的侦察队长 遭到狂烈 本来自行宣布隔离三天 被骂是因人设事后 赶紧转完改成十天 没想到指挥中心 却还在硬拗 说这都是比照科学办理 防疫时间 就是按照科学的来做事情 那一开始给他隔三天 其实稍微的紧 所以没有因人设事 但专家说 隔离的游戏规则 就是规定要关十天 而且全国一致 如今大官想 和百姓不同标准 专家痛批就是耍特权 不管是任何人 确定必定的接触 就必须要十天 没有例外 不能因为你是高官 就想小特权 和确诊者密切接触 就是隔离十天 林又昌脱口罩 和确诊者照相 指挥中心却硬说 没有密切接触十五分钟 以上不算 在一道说 这摆明是特权 陈时中把台湾人民 都当作三岁小孩子 他三天就是特权 陈时中就 我这睁眼说瞎话了 得了便宜还卖乖 只要是绿营的人 什么都可以做 什么都可以凹 基本上他就是特权 然后你就道个歉就好 但是你还硬凹说 其实他是对他比较严 你知道还是颠倒示灰 他没有看过这么 你知道那么皮的一个 行政首长 当防疫有双标 狡猾的病毒却没分颜色 任何的特权就怕带来 无法挽回的防疫破口 记者 张照 彭旭光豪 SNG小组 台北报道 放久了 好像你就不知道 担心它的效果会递减 那有了这台机器之后 你就不用担心 它只要把这个倒进去 三分钟 三分钟就会生成 四公升的水神 四公升很够用了 真的 那这一组 大家扫这个QR Code 进去就可以看得到 已经开始上架了